在今年的春晚节目中 月圆鹏一首《最亲的人》可谓是家喻户销 优美的旋律加上朗朗上口的歌词 让很多人都知道了这首歌 只不过估计月圆鹏本人也是没唱够呢 在最新的综艺节目中 他就再度了演唱了这首歌 甚至在私下与好友聚会的时候 唱KTV也点了这首歌 只不过作为原唱者陆海涛的实力也不容小觑 他唱的《最亲的人》也是别有一般风味 其实两个人各有各的特点 这就是精品菜和家常菜的区别 但总有人会偏偏喜欢家常味的 只不过同样一首歌 必须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的地方 再有个合适的人唱才能火 小月月是天时地利人和全战了 所以大火特火 海涛是命运差点没赶上好时候 但陆海涛对嗓音的控制更专业 也更刻意更公式化 鸢鹏带着戏腔的唱法 听着更流畅更舒服更上口 这就好比旭日阳刚唱的春天里 让很多人都知道还有个汪峰 鸢鹏带唱《最亲的人》 让大家还知道有个陆海涛